全世界瞩目的焦點 真的是中國大陸 很重要的一個會議 也就是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22號前往俄羅斯 參加基因專峰會領導人會議 根據大陸官媒央視報導 習近平主席已經抵達到喀山了 重點是 其實習主席搭乘的專機 到了俄羅斯喀山 他的專機進入到俄羅斯領空 你看到這個畫面 也就是這個半飛 俄羅斯的空軍戰機升空護航 由機上的媒體記者拍下了 這兩張很重要的畫面 另外也可以看到 是說這一次的會議 習近平主席到了之後 其實也有簡短的跟大家說一段話 我們下聽看看 我早就忘記了 我久不合理 邀請你 在另一個媒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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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身份為情商會議 在高潰在大陸上 做了很多準備 非常好的 很好的工作 你自己在旅行 非常感謝 謝謝 我們總致 十萬公尺 有千萬公秩 好 江俊怎么看 这一次真的是俄罗斯 赢贵客赢兄弟 真的是高规格 其实我们可以 按照外交礼仪的规格来讲的话 当有军机扮飞 这是最高规格 当然这个外交礼仪很多 你按照各种不同的层级 有各种不同层级 譬如说是飞机落地之后 我们看到习主席来讲 到喀山那边去 他这下飞机之后的红地毯 还有接待人员 像这些来讲等等 都代表说是接待的规格 那同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说当时布林肯 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这个连红地毯都没有铺 那更不要说那个 虽然说他不是总统等级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 如果说是有些总理级 或者是外交部长 如果是对对方表达尊重来讲的话 当然是由红地毯来迎接 所以外交礼仪上面 每一个小动作 每一个小季节 都代表他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彼此的交情 以及两个国家之间这个要谈的 合作的内容项目 我觉得从这一点细节上面 我刚刚看到那架战机可能是 这个俄罗斯最新款 因为比较远看不清楚 但应该是测位式的 我研判可能是苏30的战机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来讲 是最新款的这种尖辑机战斗机 是最好的一款战机在这边做半飞 那这也显示出来 对习主席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 对这真的是很高规格 因为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拿出看家的战机来半飞 代表说呢 也很期待这个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那美国真的很担心 因为你的美元霸权 会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呢 来看到这一次 习主席出席了这个会议 然后推动大金砖合作 那另外来看到其实呢 习近平主席跟普丁总统 已经是今年来第三度会晤 其实呢在今年已经会晤了44次 好那为什么说这一次美国很紧张 因为呢美国正西方媒体就说 这次峰会呢就会加速美元的崩解吗 人民币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国际战比会越来越高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这是呢 在经济上的合作 在军事上合作更不得了 之前中国大陆不是举办联合力战2024B吗 然后呢当时啊 日本就捕捉到中俄的联合舰队 就呢在联合力战2024B的时候呢 就已经直接到台湾的东部的海域去 就是俄罗斯参加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 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 中俄是会联手的 那更别说呢 中俄的防长呢也见了面 张又霞也见了面 深化两军的关系 这是经济上还有军事上 以及能源上 俄罗斯给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能源的帮助嘛 中大陆今年呢会超越欧洲 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市场 第一个我们先讲说 这是这个金钻会议 金钻会议原来最早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个会议 那经济体会议他们这个 通常金钻国家他们有一个 这个之前刚成立的时候就是 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是 你就是要对抗G7 他们叫G7叫做黄金10亿 也就是G7大概有10亿人口 那他们享用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资源 那这些金钻国家大部分都是这个新兴国家 也就是资源大国 不只是南方大国 刚才他们都经济大国 我们看到巴西 对不对 包括中国是人口大国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 俄罗斯他有丰富的天然气 那这些资源为什么到最后都被这些 G7的国家所享用 那为什么他们这个 这个自己本身的资源 应该为自己国家所共享 这是原来金钻国家会成立一个会议 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在这边 那美国之所以能够利用金钻国家 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美元的霸权 SWIFT的这种机制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货币来讲的话 最重要是什么货币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说你支付的功能 这个我付你货币你收不收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印度 印度最重要 比如说是这个前日我们都知道 说俄罗斯卖天然气给印度 印度说那我付给你卢比 谁要 没有 俄罗斯没办法 因为他被踢出SWIFT系统 他就收了 收了以后俄罗斯在跟 没得卖 在跟俄罗斯说 那我现在要跟你买武器 那俄罗斯说 那当初你付给我的卢比 我用卢比来付给你要不要 印度说我不要 他不要自己的币值 我要美金 还有这种息 这第一个就是货币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支付的功能 对 第二个来讲它所代表的价值 到底你的这种 披索啊为什么 为什么贬值 因为你的购买价值越来越差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储值的能力 对我们为什么经常讲说 美元储备啊 或干什么 就是储备能力 就像是你存黄金一样 代表我存这些黄金有购买 我想货币最主要是三个意义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现在国际SWIFT系统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个就是说假设说我要买东西 譬如说我是今天是中国来讲的话 我跟这个巴西 我希望跟巴西买他的天然矿产 那我这个钱一定是付给中方的银行 那中方银行来讲的话 通过SWIFT这个系统 SWIFT这个系统是由美国来主导 因为那是为什么美国有能力主导 因为大家都有美金交易 全世界都有美金交易 所以要经过他的同意以后 然后通过这个交易通讯节点 把这个原来的人民币换成美金 然后这个美金再转到巴西的收款方 然后巴西的银行再将这个 换成巴西的金币以后 再付给收款方 大概整个国际的交易贸易情形这样 那现在关键就在SWIFT 那SWIFT来讲 因为都是由美元在掌控 所以美金来讲就变成一种霸权制度 那现在我们假设说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假如不透过SWIFT 我们用付款方 直接给收款方 给收款银行 比如说我人民币付给你巴西 你愿意收的话 我这笔货物就交易成功了 就我就不需要经过你SWIFT中间转一手 你知道这转一手就差多少 就差3% 收续费 美国霸权区率的差费 我们今天去买美金 大概买的过程之中 就差了将近3% 也就是美国 他们光印钞票 你等于说他就抽你3%的税 他其实不用做任何事情 光是这一个过路费 他就赚薄薄 那为什么以前美国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本来是说用黄金 大家用黄金 因为用黄金交易太重了 我没办法 那大家就说 那就用美金来取代黄金 你有多少的黄金 你可以出产多少货币 那你的货币代表是说 我有那么多美金 但是美国后来就变成用石油美金 也就是说 他规定你俄罗斯 规定你阿拉伯这些产油国家来讲的话 别人跟你买石油 你都要用美 你就要收美金 那我美国 跟你交易来讲 我也用美金 所以变得沙唐地阿拉伯那些产油国家 他都必须要用美金 那所有国家就变成要换美金以后 才可以去买到石油 才可以买到这个能源 那美金的霸权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样 那他利用美金以后 就来养他的这个美债 有美债 有了美债以后 他就去养美军 对不对 我借了钱以后 我就去发贷我的军物 所以变成一个 对他来讲 变成美元 美债 美金 变成他这三个形成霸权 对 所以呢 为什么说金砖 用自己的支付体系很重要呢 因为绕过你的美元 刚刚那个SWIFT 刚刚讲的非常好 SWIFT就是你躺着都在赚 赚这个过路费 重点是还怎么样呢 你还可以知道 别人的交易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这SWIFT本来你做东 你应该公正 结果你变成了制裁的工具 俄罗斯你跟我不对盘 我就把你踢出去 所以呢 把美元当成的武器 你现在班石砸脚了 人家现在绕过你了 现在呢 能源大国全部集结起来 金砖就是能源大国 还有呢 矿业大国 还有制造大国 通通集合起 还有呢 石油大国 好 大家绕过你美元 为什么苦美久矣啊 你敢那么多 然后还给人家当成武器化 所以呢 大家都想要去美元非免化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印度 你真的不要再当脚屎棍了 中印呢 有好消息 我们必须要说来看到 这是会不会是真的 还是有诈吗 21号的时候呢 印度的外交的秘书呢 说印度跟中国大陆 已经就喜马拉雅山 领土的争议地区 边境巡逻达成的协议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外长也不断说 我们真的达成了协议 那因为莫迪 他就要参加金砖峰会 不想要有一些不好的声音吗 所以呢 有传出这个消息 好 中国大陆呢 外交部当然是正面看待 我们一起听看看 近段时间以来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中印边境的有关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 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 达成了解决方案 中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下一步中方将与印方 落实好上述解决方案 好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 当然是乐观其身 但是对这件事情 我也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中文大陆有诚意 那担心的是印度 之前中文大陆不是也跟 菲律宾签了一些 这些准则等等的 那你菲律宾说变就变嘛 我想问一下张军怎么看印度 当然如果说是你看 现在来讲的话 双方两只能达成说协议 刚才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 他也讲说就军事跟外交立场 特别强调军事跟外交立场 这两点来讲的话 达成一种共识而已 但是还没有正式签订协约 所以说印度有可能说变就变 那我特别要强调 在这种协议方面 如果我个人来讲 也是抱着乐观其成 那如果能够在这方面 做一个边界问题 这个悬挡了好几十年 做一个解决来讲的话 中印双方毕竟是 中方两个大国来讲的话 在这方面避免这个军武 军武上面的一个斗争来讲 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 可是我平常来讲 我很担心印度会变卦 中国大概不会变卦 但是印度会变卦 为什么我说印度会变卦呢 因为现在来讲我们都知道 中印在这个中印战争发生之后 中国主动退回来 他为什么退回来 他不是说是我 他不要占领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退回来的话 我一定这个就战略要点 我能够不管是阿克赛钦 这个办公湖或者是洞朗 这几个争议地区来讲的话 他都先控领了有利的战略要点 因为在那个高山高海拔地方 你要长期占领来讲的话 你也没办法长期的这种囤垦 或者是垦荒 所以在经济上面价值利益不大 但是对军事上面防卫来讲的话 那我只要占领到军事上的要点 对你构成威胁来讲的话 我就可以确保我目前这个边境上面的一种安全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的研究 不管就班公湖 中国在那边建立了这个跨湖的一个大桥 然后也在这边部署了军营 新盖的军营 然后在班公湖那边 洞朗那边也建立了军事基地 我想说印度这时候会认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看到中国确实在这边驻军 已经这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设施 有利于他长期驻军 但是相对的印度在这个地方来讲 高海拔地区他可能驻军来讲会非常困难 我觉得印度之所以会认清这个事实 当然他认清说我在这个地方实力不如人 我如果要斗争的话可能也斗不过人家 那只要你中国来讲不要再取公事 但中国是不会对人家取公事 他说取公事那时候就占领这个地方了 他大概就是我确保我边界安全 因为尤其是班公府这地方 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视 绝对不允许印度能够雷迟一步了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新疆跟西藏的交通一个孔道 那万一印度控制的这个地方 就会切断新疆跟印度的交通联络线 那中国只要确保到这个地方 那你不要再进一步有其他作为 我想中国来讲的话 他目的是在这个确保我们自己江族的安全 那现在就看印度会不会就此服输 就认为说好我们双方就这样子 签订这个合约 他如果这样子合约签订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我也认为是对双方来讲 都是很大跨境很大的一步 对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大陆就知道邻居 是能够安稳起来 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也许缅甸的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也是不希望乱 所以印度也真的不要乱 印度常常跟中国大陆比较 龙象之争 我们都十四亿大国 古文明大国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次金专峰会 大家都想说支付的体系 是不是绕过美元 不要用美元等等 就印度外长在之前的时候就说 印度可是不会采取支持去美元的举措 然后之前在上河峰会的时候 就不断攻击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 说没有尊重我们的主权等等 当然巴基斯坦巴铁这边的总理就说 你不要用政治眼光来看待中巴经济走廊 还有一带一路 我特别讲 这个中巴 巴基斯坦本来就跟印度不合 印度很明显讲这些话就是眼红 为什么呢 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开辟以后 对巴基斯坦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中巴经济走廊 从瓜达尔港 然后一直到中国的新疆 从这边进去 那可以避开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种 这个卡脖子 被欧美国家在这边卡脖子 那当然中国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对 我们看碧露汁在这个 这个巴基斯坦的南边来讲 他碧露汁在那边有他们的恐工 这个的这种组织 最近才发生了 对最近才发生 而且有好几个已经连续发生两起了 那对中国在这边的工程人员造成一些 伤亡损害 可是中巴经济走廊开辟之后 对巴基斯坦当然也是很大一个帮助 那对中国就是合则两利 中国也可以从这边石油管线从这边 直接进入到新疆 对整个新疆地区开发有很大一个功能 那我觉得印度讲这种话 就很明显的是那种酸葡萄心里讲这种话 那尤其是他现在来讲 他说他绝对不会去美元化 我心里想说 那你不去你不去嘛 人家国家 现在来讲不是说是要成立 大概距离成立金砖货币的距离很遥远 其实普丁也说现在没有要统一货币 对没有要统一货币 不太可能 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体量 还有它的矿产 它的这种都有很大差 其实像欧洲来讲 现在虽然说是用欧元 但是欧洲各个体来讲 他们意见还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最起码先跨进一步 就是本币交易 那本币交易我跟你讲 最有利的还是中国 因为现在来讲 我刚刚讲的货币本身支付的价值 保存的价值 现在来讲的话 哪一个国家的 我们这是金砖十国 今天我们拿到外国去用 你要用俄罗斯的卢布 不行 你先去卸他买东西 对不对 我用卢布付给你 你可能在夜市里面人家就不收 但是你说我付给你人民币收不收 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摊贩 他会收 对不对 你说我付巴西的这种不管是阿根迪披萨 或什么东西来讲 印度的卢比 他们都不要 可是你付人民币他会收 我们从这个小动作就看出来 如果说是本币交易来讲的话 最大可能的这种 使用的货币应该就是人民币 但是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 这也是未来中国要跨出的第一步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在体量上面还是跟美国来讲 还是有一段跟美金来讲 还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对啦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 的确是要国际化 但是也不可以太急促 因为太急促的话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管制 如果说真的都开放的话 西方可是这些很容易会抄底的 中国大陆也不能让辛苦赚的钱 然后马上就被西方列强给抄底了 好你看印度真的 好好跟中国大陆寡好关系 不要天天想要竞争 然后人家人民币就是比你的卢比好用 你天天在那边去不要去美元化 那你在那边人家人民币才好用啊 想要用你卢比啦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